美国的经济衰退已经开始了嘛 发行银行说呢有两项的这个指标呢 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出端倪了 包括在这个服务业的部分呢 现在临时工的人数是在下滑的 另外在物流业的就业人数呢也是在减少 不过现在呢在美国的部分呢 这个Found Fletchern就是娱乐通膨呢正在爆发 那么像是这些运动赛事呢可以来刺激消费 有办法来拯救美国让他们避免经济衰退吗 另外在中国现在也为了要旧房市 那么传出呢正在引你一份呢白名单 那么这当中呢包括连碧桂园都入列了 那么也激励碧桂园的股价呢 在今天还出现了大涨的情况 而在台股的ETF呢现在也扮演一个中流砥柱 那么预估呢明年会有6000亿的这个活水呢 会进入到市场 对于台股多头渴望带来一个激励的效果吗 好我们先请教停号 美国的这个经济衰退是真的已经开始了吗 现在发行大空头说从就业指标可以看得出来 包括像是物流业还有服务业都可以看出端倪吗 这一次是法新的阿伯恩·Edward 他特别提到说很多市场投行 目前针对明年软着落的预期很有可能会落空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在消费指标层面 有一些指标他已经暗示你了 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他只是说多长的时间到来而已 那他主要针对两项就业指标来做观察 第一项是我们经常聊的科伯文指数 什么叫科伯文 就大卡车 通常大卡车本身的下单量 如果市场对于卡车需求量很高 就代表着我的企业已经开始提前开始备货了 我备货就代表我对于未来的经济想象空间是好的 如果我提前对于卡车的订单量显著的收缩 那就说明着企业界已经没有这么看好未来的供需 你可以观察到非常有趣的迹象 这个我们讲的科伯文指数 美国重型卡车的销售量 它某种程度来看 它是一个高度领先指标 它不是说这个月领先指标省速下完 然后下个月就要衰退 它通常领先的时间线会多久 差不多是一年以上 所以现在的衰退很有可能是 2020年年底到2025年才会衰退 它的销量下滑 不会这么快反应 不会 它没有像说什么即时指标 警惕信号灯一样 到蓝灯通常就表示 景气的确比较不好 我们观察到有趣的迹象 你像是2019年 当时由于美中贸易战的影响 其实整体的库存 已经开始显著恶化了 当时的科伯文指数 早在19年中旬 就已经开始显著下弯了 但你可以观察到 一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 所爆发的股灾 它基本上隔了接近有一年左右 这个时候红色标普白指数 才跟着下弯 早在一年就已经开始先下弯了 2021年也一样 我们都很清楚 美国股市在上一次的 熊市是在2022年 也就是去年 当时美国股市从2022年 一路跌到10月份 可是科伯文指数 什么时候开始见顶下弯 2021年它就已经先下弯了 好 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可以观察到 标普白指数到目前为止 还在一个持续的盘高当中 准备要创历史新高了 可是科伯文指数 早在今年中旬 开始显著进行下弯 所以市场就开始怀疑 如果往后推一年 那是不是2024年 下半年左右 可能就会遇到衰退 不过照我们的想法来说 到底企业的具体动作为何 我们不能看一支指标 或者两支指标来做判断 我们必须看一个整体 什么意思呢 如果真的大家 已经开始停止向重型卡车 来进行下单 如果大家已经不需要 这么多的临时功能 那你要看企业的财报怎么说 现在不是刚刚好是财报季吗 财报季的重点 不是过去的数据 是未来的展望 那你可以观察到 几乎无一例外 因为现在财报季 随着回答开出之后 已经完全结束了 基本上普遍 不管是从PC端 笔电端 智慧型手机 还是伺服器 2023年的确都是 负成长的一年 这没有错 可是市场普遍的预估就是 2020年一定好过于今年 那如果企业界都这样讲 那有没有可能 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指标是 明年可能还是不错 但真正坏 是在明年下半年 或者到后年的上半年 这个就可以从卡车销售这样 来进行重叠 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会衰退 但不一定是未来一两个季度 马上会衰退 第二件事情 是从目前 这些财报科技股的资本支出 就可以了解到了 你看台积电 它也没有调降资本支出 如果它对于明年是有谨慎的 它就会少买卡车 它就会少做资本投入 可是你可以观察到 如果是我们观察到 整个2023年 全美七大科技股的资本支出 早在今年2023年 就已经见底了 所以第三季见底 第四季左右 就全速上弯 这说明什么事情 市场上很有可能 在卡车销售量的数据 它只是一个短期内的调整 之前之所以下这么多 卡车的订单 是因为有供应链问题 我不需要提前备货 我觉得会有冲击 我觉得可能随时会断货 所以什么东西 我都多备一点点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 供应链瓶颈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就是需要的卡车 需要就可以了 但是真实我对于资本支出的投入 是不会停止下来的 从这样看的话 一直到明年 整个上半年 其实都还是在成长 至少在上半年以上 我认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那基本上就取决于两大因子 就是我们现在真实面临的情况 并不是说经济多萧条 或者通膨多严重 为什么 因为与此我们在谈话的同时 原油价格已经完全跌破了年限 不管是西德州原油 还是布兰特原油 都已经完全失守 代表通膨的阴霾正在消失 通膨的阴霾消失 那现在市场对于远期的获利预期 几乎已经完全打开的情况底下 它就有点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1983年的情况 我们把2018年以来的走势 到2023年来进行对照 拿来跟1978年 到1983年来进行对照 当时都一样 你看18年 2022年 都曾经经历过一波 比较显著的回跌 当时在1978年 也是一样 因为石油危机的问题 美国股市进入到 显著的停滞性通膨 在2022年 以及我们看到当时1981年 现在主席鲍尔 以及当时的主席沃尔克 他都采取什么 高强度的升息态势 当时升的基点升到20% 所以美国股市 就很顺势的进入到熊市 美国股市进入到熊市 但是当他进入到熊市以后 后来我发现 油价不再涨了 通膨可控了 获利通道又完全打开的情况底下 1983年之后 我们叫做The Great Moderation 大平稳时代 就一路涨到2000年了 长达20年的牛市 我不会说明年的牛市 就一定会像是 1983年这样子 连涨20年了 但是现在的整条 获利通道来看 你认为有立即衰退的风险吗 有的话 这些资本支出 怎么还在增加 那你认为 会有通膨失控的风险吗 有的话 那原油价格 早就应该飙上去了 所以目前的状态来看 其实冲击 可能没有想象中来得大 好 听到我们上次也有聊到 如果美国股市之后的话 还是要看整个消费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说到 美国现在的一个消费情况的话 现在也出现了一个字 叫做Fanflation 就是娱乐通膨 整个运动赛事的话 是有机会来带动 美国的消费吗 我们必须先了解说 到底是不是 第四季的感恩节 它的黑色星期五 它的消费状况 一定会像中国的双十一一样 极度的萎缩 这是不一定的 因为整个中国市场的概况 它是高速的通缩化 就市场上是真的 没有人愿意进行消费 因为不看好 未来的经济发展 可是我们必须先了解清楚 如果我们认为 本周的黑色星期五 美国的下单量 网购量 急速萎缩 到底是因为经济太差 还是因为通膨太高 物价太高 所以我前阵子 忍了一点点 那我个人更加认为 美国的消费紧缩 它很有可能只是来自于 因为通膨高 物价高 我买的东西就少一点点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随着原油价格的走跌 我们可以观察到 如果是以本轮的感恩节 食人的火鸡餐来做预估 美国最新的统计 去年是64美元 今年已经降到61块了 下跌幅度高达2成5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非常有趣的迹象就是 如果这一波 市场上的消费走皮 是因为高通膨的话 那低通膨 它某种程度 它就会扩增自己的购买量 那第二件事情 你可以了解到 刚才你提到的 也就是说 美国现在你感觉好像 对于3C电子的需求 产品 对于家具类 对于服饰类 它的需求可能正在萎缩 但很有可能只是因为 21年22年 当时对于商品需求的过度 通膨推高所导致的 可是现在市场的焦点 仍然集中在服务通膨的部分 也就是它花费的方向 并不是去买一个 具体的科技产品 它花费的方向 可能是去看一场演唱会 可能是去看一场电影 或者看一场球赛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看到整个2023年 Foundflation 娱乐通膨的部分 体育赛事的涨幅 在今年9月到10月 开始爆表了 前几个月涨幅大概都是5%左右 今年你看9月10月 9月忽然跳起来了 两成了 也就是说市场对于 赛事的一个热衷 导致了服务通膨的持续高涨 那你就不能说 现在是消费紧缩的了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就很明显 大家只是把原本 花在科技产品的消费 移转到这些服务 或者运动赛事身上而已 所以我个人认为 你只要 其实多数人 其实并不讨厌通膨 你只要确保 自己的薪资水平 能够跑赢通膨即可 目前美国的实行薪资 是4.1% 美国的通膨 大概在3%左右 已经实质薪资了 薪水还是比较高了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你只要确保 通膨持续的下弯 你说硬要说 它会来一个消费衰退 我认为可能 并不一定会发生 好 刚停号 但我们看到 美国现在通膨 的确是有在减缓 那么现在是有娱乐通膨 爆发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刺激了他们 整个的一个消费情形 不过我们再来说 台湖在1992年 被港股超车之后 停号在今年这个情况 有机会翻转过来 有机会 因为剩下400点 那400点老师说 这个只要有一点 获利面来进行推动的话 一下就拉上去 马上黄金交叉 毕竟台北股市 现在警戒信号灯 还是蓝灯 有一天到绿灯 红灯还得了 所以我觉得超越 是迟早的事情 这场比较好奇的事情是 你看港股层面 如果是从整个 中国FDI来看 因为港股等同于 中国经济的象征 港股基本上 前几大科技股 它也是中国企业 你可以观察到 从FDI 我们看到的海外直接投资 在2000年以来 是没有流出过的 顶多是流入金额 少一点或者多一点 今年是正式的全面流出 很多人会想说 香港资金开始全面流出 所以台北股市 现在受到外资的吹捧 并不是这样的 纯粹就是靠 台湾经济实力 一路拉抬到现在的 怎么说 我们如果仔细看 外资的买卖超 外资在20年卖了5000亿 21年又卖了5000亿 去年卖了一兆 今年要买不买的 基本上要买 也买不到2000亿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台北股市反而 从当时的8000点 一路涨到现在万七 它卖了四年 然后8000点涨到万七 谁在买的 不就我们吗 台湾人自己买上来的 蚂蚁最病 不管是港股还是台股 其实面临都一样的处境 就是来自于外资的系统单卖 它是不断呈现的 但区别就在于 台湾人自己把股市买到现在 当然跟全球 我们看到台商回流 又有一定的相关程度 这取决 取而代之是什么 是当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 尤其是亚洲金融中心 地位的没落以后 它就会有取而代之的现象 我们看现在全球 在金融指数的位阶 第一名还是属于纽约 第二名就是伦敦 第三名本来是香港 现在已经被新加坡手超越了 香港当时英国用了100年 才把它打造成金融中心 但中国只用5年 就让它到第4名了 所以大家来观察了 因为我们要观察 它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还是一个长期的距离